反逢号全运领袖林飞凡 穿着军绿色的外套 还有他的眼镜都引起了讨论 粉丝现在抢购凡神的行头 而林飞凡的哈利波特款的眼镜 不道斯天卖了300副 他所穿的日系品牌的军绿色外套 已经卖到缺货 还有卖场也打出了美国品牌的类似款 就连了陈维婷睡觉时 抱在怀里的啦啦熊玩偶 网派的熊度也都很高 还有邱逸指花围焦 和总统马英九的入戎梗 都被拿出来当成了网派KUSO的懒客靴头 花花香蕉花花 哪一个是香蕉呢 大大小小可爱的太阳花 还有香蕉造型图案 卖家设计太阳花和香蕉视力检查图 印在白色T恤上 KUSO创意十足 询问之数大破表 光是一天半就卖掉一百多件 希望邱委员也非常希望他 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穿这件T恤 练练他的视力 这样以后就分得清楚太阳花跟香蕉了 这款打出凡神的哈利波特造型黑框眼镜 跟林飞凡的眼镜是类似款 林飞凡的款比较细 但类似款框架稍微粗一点 不过因为设计相似 大致林飞凡款 不到四天就卖了三百多付 就是早上我睡觉起来就一卖光 然后马上紧急追加一百付 然后第二天也卖光了 然后又不够 然后又追加一百付 现在总共卖三百付左右 然后也有批发要跟我批 君绿色大外套看起来好眼熟 反服帽的凡神林飞凡 穿的日系品牌外套大爆红 买到缺货 还有业者干脆搭着君绿色外套风潮 推出类似的林飞凡外套 跟林飞凡穿的日系外套比一比 这款美系品牌推的君绿色外套 价格少了三分之一 另一位反服帽学生代表陈伟霆 被拍到抱着啦啦熊睡觉 也被卖家拿来做卖不我的缺头 怀里的啦啦熊 在网拍上讨论度超高 还蛮有趣的 还蛮有趣的吧 就是开一看就好 大部分都是问说能不能靠近陈伟 什么 就是抱了之后能不能靠近陈伟霆一点啊 能不能跟他在梦里相会之类 这类的问题 网拍上已经开始开卖各式各样的 反服帽商品 像是秋衣款的太阳花围巾 总统马英九 促才把陆荣说成陆耳朵长毛的笑话 演变成的白色迷路胸章 还有写着自己国家自己救的手机壳 等抗议商品 业质反应相关产品 也让业绩跟着提升二到三成 算是另类优惠 但就怕抗议落幕产品滞销 所以每一款商品也只敢少量推出 记者胡奇人联赢兵联营 台北仓播了